大家好,今天就跟大家说一下兰花 进入春间时代的生长旺盛期的开花期 不过呢,有话有些这样问到的 不能够施什么肥呢? 蛋肥,千万不要给它吸用啊 蛋肥呢,对它的生长已经是没有再大的影响了 如果是在开花前使用是比较好的 最好呢,是在开花后使用一些磷甲肥是比较好的 比如说一些兰科专用水用营养液 这种的话呢,它不伤根也不伤苗 也可以促进花包的快速抽出叶片的油力度光合作用的 特别是一些新手使用是比较合适的 因为新手呢,很多啊 不懂得给它使用什么肥料好 今天呢,可以给大家推荐这种兰科专用水用营养液 这种兰科专用水用营养液呢 它是一种高浓缩的一种液体肥 这是有机肥,可以给它对水进行融化 浇灌也是可以的 按照里面的配比说明,直接浇灌就可以了 里面所含的淡磷甲元素是比较的多的 比较均衡的一种花肥 想要养好一颗好的兰花的话呢 特别是新手啊 就是这样给它用一些水用肥给它进行浇灌 或者是这种习酸性脂肌 里面所含的氨基酸成分是比较的多的 很有效的挥发土壤中的各种粗纤维 还有各种鱼菌、乳酸菌、酸母菌等等成分 通通挥发出来用根系吸收 一旦吸收了,它自然就冒出更多的花苞 开出更多的花朵的了 也是按照里面的配比说明 这里有一个两杯的大概半瓶盖这样子 最上300毫升的精水给它浇灌就可以了 像这种小口菌花旁的话呢 就是按照这种比例给它浇灌是比较合适的啊 这两种的话呢 最好是15天到20天给它进行浇灌一次是比较好的 特别是在南方这些地区啊 给它用这个天树浇灌是比较好的 如果是软植料的话呢 咱们可以给它延长一点时间也是可以的 这样养出来的兰花是比较的好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桌面上这盘这里呢 已经冒出了一些花苞、海珠、花朵了 今天主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些小知识呢 对大家应该有很大的帮助的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好下期再见